大家好,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爱车宝典》 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一、综合性能评估、理性选择新作驾 二、日常巡检、维护车况的基本操作 三、市场趋势分析、优化卖车时机 那么,小六子可以先跟我们说说综合性能评估、理性选择新作驾 当然,选择新作驾是一项充满现代科技魅力与古老智慧的决策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仅要考虑马力、燃效和内饰的豪华程度 还要考虑到车辆的性能、可靠性、安全性 以及它是否能让邻居眼红到绿光四射 首先,我们得谈谈综合性能评估这个概念 这听起来像是你要把车辆带到一个古罗马竞技场 让它与其他车辆进行一场生死较量 看谁能再避开障碍物 跳过火圈的同时,还能优雅地停在一个只比它大一号的停车位上 当然,现实中的评估没有这么戏剧化 但它确实包含了一系列的测试 从0到100公里加速时间到紧急刹车距离 再到模拟侧面撞击的安全测试 在选择新作驾时 理性的消费者会像古希腊哲学家一样追求知识和真理 他们会研究每一款车的性能参数 就像亚里士多德研究自然界的秩序一样 他们会比较不同车型的燃油经济性 就像柏拉图比较不同形式的政府一样 他们会考虑到车辆的再销售价值 这比起研究古埃及的木乃伊更加实际 但是,我们也不能忽视那些非理性的因素 毕竟,购车不仅仅是一项经济交易 它也是一种情感投资 你的新作驾可能会是你每天早上第一个看到的东西 甚至比你的咖啡机还要早 它会陪伴你度过拥堵的通勤时光 也会成为你周末自驾游的忠实伙伴 因此,车辆的颜色、设计、甚至它的名字 是的,有些人确实给他们的车企名字 都可能影响你的选择 有趣的是,尽管我们生活在一个高度数字化的世界 但在选择新作驾时 那种古老的几乎是原始的直觉仍然发挥着作用 你可能会因为某款车的引擎声音而爱上它 就像古人因为对马的喜爱 而选择最健壮的坐骑一样 或者,你可能会因为一款车的广告而被吸引 其中的自由和冒险的承诺 让你回想起古人探索未知领域的故事 最后,记住 无论你的选择多么科学和理性 购车总是有一点赌博的成分在里面 就像古罗马的占卜者试图从鸟的飞行中 预测未来一样 你也许永远无法完全预测 你的新作驾是否会在未来的某个雨夜抛锚 但是,通过综合性能评估 至少你可以确保你的赌注 是建立在尽可能坚实的基础上 所以,亲爱的未来车主们 当你们踏上寻找新作驾的旅程时 记得带上你们的理性 但也别忘了那颗渴望冒险的新 毕竟,每一次购车都是一次新的旅程的开始 而每一次旅程都值得我们用心去体验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日常巡检,维护车况的基本操作 各位车辆爱好者,机械维护的小能手们 还有那些只要能开就行的朋友们 今天我们来聊聊那些 关于日常巡检的小知识 这可是维护我们坐驾状态的基本功哦 首先,让我们来谈谈视觉检查 这不是你用来欣赏那辆停在路边闪闪发光的跑车的那种视觉享受 而是你得用你的阴眼去检查你的爱车是否有刮痕 凹陷或者是不和谐的涂装 这可不仅仅是为了好看 有时候这些小伤痕可能是更大问题的前兆 接下来是轮胎巡检 轮胎是车辆的鞋子 你不会想穿着破鞋去跑马拉松吧 确保轮胎气压适中 不要太胖,也不要太瘦 就像我们的身材一样,适中最健康 还有,别忘了检查轮胎的花纹 它们不仅仅是为了好看 它们的存在是为了保持你在湿滑路面上的优雅舞步 而不是滑倒在那里 然后是液体检查 这个不是你去酒吧的那种液体检查 我们要检查的是机油,冷却液,刹车液等等 如果你的车子渴了 那它可不会像你一样喝点水就好 它需要的是适合它的饮料 机油低了 那你的车子可就要咳嗽了 冷却液不足 那它就可能会发烧 刹车液不行了 那你可就要做好心理准备 因为你可能会体验一次 无刹车山路飘移的刺激 别忘了灯光检查 车灯不仅仅是为了照亮你的前方 它们还是你与其他驾驶者沟通的方式 想象一下 如果你在夜里想要转弯 但是你的转向灯坏了 那后面的车可就只能靠猜你的意图了 这可不是什么心灵感应游戏 安全第一 最后我们来说说电池检查 电池就像是车辆的心脏 如果它停了 那你的车子就像是被湿了定身咒 定期检查电池的电压和接线 确保它们不会在你急需的时候抛锚 总之 日常巡检就像是给你的车子做一个全面的体检 确保它能够健康地带你去往任何地方 不要等到车子生病了才后悔莫及 毕竟预防总是比治疗来的经济实惠也更加省心 所以把这些小技巧记在心里 让你的座驾始终保持在最佳状态 一起在马路上优雅的舞蹈吧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市场趋势分析 优化卖车时机 好的 让我们以一种既专业又不是幽默的方式来探讨这个话题 市场趋势分析在优化卖车时机上的应用 首先 我们得承认 卖车这件事情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 就像是在玩一场时机和价值的博弈 你想要在车子的价值像新鲜出炉的面包 一样高的时候卖掉它 但往往等我们想起来卖车的时候 它的价值可能已经像过期的面包一样 不那么吸引人了 现在让我们来聊聊市场趋势分析 这就像是你手中的一副千里眼 可以帮你窥探未来的市场动向 市场趋势分析 涉及到对历史数据的研究 比如车型的需求 季节性因素 经济环境 新车发布周期等等 这些数据就像是一张张拼图 拼凑起来就能给你一个大致的卖车最佳时机图景 比如说 如果你发现每年的某个季节 比如春天 二手车市场需求激增 那么你可能就会选择在这个时候出手 或者 如果你知道某个品牌即将发布新款车型 你可能会在新车发布前 把旧车卖掉 因为新车一旦上市 旧车的价值 可能就会像跳水运动员一样 一头扎下去 但是 市场趋势分析 并不是什么时候 都像它听起来那么神奇 有时候 它就像是那个在聚会上自称能预测股市的家伙 结果第二天就亏得连裤衩都不剩 市场是复杂多变的 有时候 即使所有的数据都指向一个明确的趋势 市场也会突然来个180度大转弯 让所有的分析师们都目瞪口呆 所以 虽然市场趋势分析是一个强大的工具 但它并不是万能的 最佳的卖车时机 往往需要结合个人情况 市场分析 已经那么一点点的直觉 就像是做一道复杂的菜肴 你需要按照食谱来 但有时候加入自己的小创意 可能会让成品更加美味 最后 记住 卖车这件事情 不要太过于纠结于完美的时机 有时候 最好的时机 就是当你准备好了的时候 毕竟 车子是用来开的 不是用来等待时机卖掉的 就像人生 有时候你得在红灯便利之前 就踩下油门 准备好迎接下一段旅程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今天我们一起探讨了三个有关汽车的话题 综合性能评估 日常巡检和市场趋势分析 通过综合性能评估 我们了解到 购车不仅仅是理性的选择 还包含了情感投资 通过日常巡检 我们学会了保持座驾在最佳状态 让它能够带我们去往任何地方 通过市场趋势分析 我们明白了 卖车时机是一个时机和价值的博弈 需要结合个人情况和市场分析 这些话题不仅仅是有关汽车的 它们也反映了 我们在做决策时 所面临的挑战和考虑因素 在现代社会 我们面临着无数的选择 不仅仅是购车 还有各种各样的决策 我们需要综合考虑 理性因素和情感因素 以及市场趋势和个人需求 来做出最佳的决策 有时候我们需要相信我们的直觉 有时候我们需要依靠科学的分析 但最重要的是我们要保持开放的心态 不断学习和适应变化 那么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你在选择坐驾时 注重什么因素 你有什么样的日常巡检经验 和市场趋势分析技巧 请在评论区与我们分享你的想法和经验 让我们一起探讨 一起成长 感谢你们的收看和参与 下次节目再见 愿你们的作家 时刻优雅的舞蹈 愿你们的决策 时刻明智而快乐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 编转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 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